向台南市政府副發言人 約準宏 去年讓人指控 涉嫌生死了之後到來二次 最近早起民進黨 接台南市機關 臨議定牆做法案作例 台南市長委員會表示 約準宏的案件 已經有結論進行裁法 除了約準宏 還有一個逝路的男人 以這場罰團 自己恰心 露體賞品 給別人 造成別人的困擾 這個人也在台南市政府上班 從業記者會擔任主席人的工作 他寫著台南市政府副發言人 李鎮鴻 去年6月 讓民團指控涉嫌生死了 微生聯料後清洗 轉案店規調查 台南市長有委託取得證實 台南市省邊委員會調查 已經有結論 李鎮鴻受完 讓人報復會的預法拆還 初步審議的結果是性騷擾成立 然後期間他有不服 有提出宿願 那宿願也被台南市政府駁回 接下來 性騷擾防治法 第二十條的規定 要開始進入裁罰的程序 不可以提供 李鎮鴻 政府的期間 日空一九年八月 至日空二十年五月 到現在只接到一項信息 雖然他已經理解 要是照相關發令進行出訓 不過李鎮鴻 在開市後後 讓人發現專政民進黨 台南市議員 認一定的助力 雖然他已經不是本府的員工 但是裁罰還是應該做 因為他發生事情有一部分是在台南市政府任職的時期 面對這件事 他前讓民政生兵已經離職 也還在會這個 說的暫時離開 建立工作 除了他 也有民台公報 也曾在市政府新聞處 有一個信用的員工 也四處發送自己不屬的商品 也讓人只控 涉嫌性所要 那到底台南市還有多少這樣的人存在 台南市現在民眾講的啦 喔 夠恐怖 你台南不是黑金 就是光電 那不然還有什麼 現在還都一樣叫性騷擾 少年三有涉嫌性所要的人 在台南市政府任職 民台要指定解釋清楚 因為題是說 絕對不會幫忙 內臟有違反性病患 經過信守一定會開動調查 記者綜合報導 記者綜合報導